央视网消息,美俄大国竞争,很多人其实一直想知道,如果两国军队真的打起来,谁输谁赢呢? 美国国会官方绰炉的一份最新报告严厉警告,按照现在的趋势下去,美军如果与俄罗斯正面碰上,只有两个结果,要么美国艰难取胜,要么输掉战争。 在北大西洋海域,随着俄罗斯海军实力,尤其是潜艇战力的迅速复苏,这片曾经在冷战后沉寂,多年的海域,再次变得热闹起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记者,罕见的获得了一次独焦采访的机会,登上了在这里进行反潜演练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弗雷斯特希尔曼号。 这是一艘阿利伯克级宙斯特希逐舰,从美国东海岸的诺福克千里迢迢赶来。 海军官员毫不论言,美国与俄罗斯在海上的角逐,是继续此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第四次大西洋海战。 在地球的另一边,今年刚刚更名的美军尹泰斯令部也高调秀起了肌肉。 15日,美国海军发布消息称,里根号与斯腾尼斯号两个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开始在菲律宾海展开双航母演练。 演练期间,两个打击群将在国际海空域执行复杂的防空、反舰和反舰任务。 不过,当美军在全球各地炫耀武力的时候,一潭冷水当头交下。 当地时间14日,由美国国会任命的国防战略评估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国整体军力的最新评估报告。 这份106页的报告已经严厉的言辞警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力优势正在迅速丧失,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不到逆转,美军将在下一场冲突中遭遇让人不可接受的严重伤亡。 该报告特别提到,如果与俄罗斯之间发生战争,美国最多只能天难取胜,甚至可能失败。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